再来看到已经过世的林杰良医师 居然被人冒名开公司 现在有民众发现 新北市三重的这家公司 叫做林杰良无毒验证所 名字和林杰良一模一样 而且强调的是无毒经营药品检验 会让人误以为是林医师在背书 那么林杰良的妻子谭敦慈 得知这样的消息之后 也认为对方不应该利用他先生的名义 大做生意 这长久以来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他不代言然后不做背书 斩定截铁先生绝对不会为人背书 林杰良的妻子谭敦慈赶紧跳出来澄清 因为有人疑似打着林医师的名号 做生意 这是网路上这间在工商名录上登记的公司 名称就叫做林杰良无毒验证所 公司在新北市三重 经营涂料油漆药品检验 实地来到三重的地址 发现公司大门申索 招牌没有林杰良三个字 而是别的公司名称 林杰良医师过去经常在荧光幕上 为民众解惑食安问题 具有相当的公信力 也强调无毒生活饮食等观念 没想到有人打着无毒名号 还大喇喇的直接用他的名字 姑且不论对方是否有登记 但谭敦慈认为这样的行为已经不对 也替民众担心 其实我是很担心 其实我一再强调 我们还没有开始做任何的募款活动 我其实是非常担心 其实生气道也还好 但是我真的是担心 我希望民众不要受骗 就是担心有人会受骗 谭敦慈希望业者能撤销名称和网页 如果得不到对方善意回应 不排除提出告诉